另一个焦点是蒋家第四代蒋友钦 月初被以恐吓罪嫌遭到士林地检署生涯 最后以8万元交保 检方今天以两项恐吓罪名起诉蒋友钦 检方认定他从今年8月开始 对美国学校的副校长寄发恐吓信件 并且在自己的脸书上贴上了激烈文章 尽管蒋友钦已经多次否认恐吓的意图 不过今天他面对媒体仍然愤怒一对 走到自家楼下隔着玻璃窗 有点无奈也有点愤怒 蒋家第四代蒋友钦因为恐吓美国学校 28号遭到士林地检署以两项恐吓罪名起诉 恐吓台北美国学校及副校长等人 本署侦查终结提起公诉 任被告设有刑法第151条恐吓公共罪嫌 及刑法第305条恐吓危害安全罪嫌 面对起诉蒋友钦不向先前坦然受访 而是三度走下楼到大厅徘徊 看到大批媒体守候蒋友钦非常生气 认为自己的私生活受到影响 我觉得台北美国学校有交代没交代都没什么重点 说完马上掉头走人 蒋友钦七年前被美国学校退学 从今年8月开始在脸书上贴文恐吓美国学校 还寄电子邮件给副校长言辞偏激 甚至出没学校附近造成失声人心惶惶 学校最后报警处理 谁要问我问题啊 这个月8号原本检方深压蒋友钦 但最后以8万元交保 我觉得我没有做错事情 但是他们想把我背关三年 认为自己没错却被起诉 哥哥蒋友伯和母亲蒋方质疑 暂时不愿回应 身为蒋家第四代 蒋友钦如今成为刑事被告 一时半刻恐怕很难摆脱媒体追逐 Udentv立民州吴佩如 台北报导